超級100萬人口 所以每一邊我們最下班 都是貸車非常嚴重 所以貸車非常嚴重 再來呢 在我們的中河跟這個土匠 最差出公立 但是中河一樣面臨的問題 跟我們土匠完全一樣 都是貸車的問題 所以這等級來 都是沒有在條件改革 包括我臣任市議員的時候 在我們的市政府每一邊 如果要求市長 市長說有 這個案件都已經送到國防部 但是我沒有了解說交通部 今天我選到立法委員來到這裡 可以當民問的部長是怎樣 這個正式交流動可以退位出變 所以在兩年來 另外在兩年來退位出變 在理工的這個車廂所 我們是持續的增加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也要請問部長 這貸車的理由是什麼 各位報告 那麼最重要的是 其實他還有跟捷運萬大線 彼此之間 時程上也會相互影響 那他跟捷運線 他要出口的地方也會相互影響 所以我們請新北市政府這邊 來審慎評估 那現在就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他11月20號把修正的這個計畫送上來 那最後我們1月18號 今天的1月18號已經把這個計畫 儘快的這個審查的意見給他 我們期待他整個完整的資料出來以後 我們進來完成這個可行性評估的審查作業 可行性審查評估作業 我請問部長 還要拿走嗎 這重點 因為事實上的話是高工局在做處理啦 所以還不到不裡頭的階段 那我會請高工局這邊儘快 因為他已經給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 只要跟高工局這邊趕快談討的話 就會儘快送上來啦 因為部長你剛才說 簽罪說因為萬大縣 因為是萬大縣的關係 再來英雄就是說 這個清水高流島 我也向部長來報告 因為這個高流島有兩個方案 這個是暗明鐵樓下來 這個是暗明鐵樓下來 所以他在明鐵樓和暗明鐵樓 我們可以看這個度都非常清楚 包括在我們的金色樓 這條是個三十五米的道路 就是我們頭上的主要的道路 包括它主要的道路 我們的區域 或是我們現在的中間的朋友 涉及在我們的金色樓 所以說這個未來 它的車両所可以帶動化隊 它這裡有一個一千幾層的比層 所以說這是一個大型的朋友 所以大型的朋友 我們這個部份 它有一個方案與方案落 我們的金色樓 這個部份 我們的造價工程序十二億多 如果按我們的明鐵樓 這個方案落 它的造價十九億多 但是十九億多 又沒有人的工期 又價十五個中間的一年 所以說在金色樓 這是個可行性最好的地方 你說在頭上未來 它這個車両所 絕對會增加非常多 跟人以前絕對不一樣 你說頭上 從頭上 它的中央區四十五公頃 這都在上年就中央完成 現在已經在發放給地主 這未來就是我們的中央區裡面 就是我們的租地區 商業區 跟我們公公設施 四十五公頃 現在已經都中央完成了 我們未來還有一個一百六十二公頃 這個中央區 這七段徵收 所以說未來在這個頭上 這個商圈 可以說人口密集 更加高 車輪絕對更加增加 這可以說在兩個交流島 已經要容量兩百多萬人 又要尤其這個中央區 跟我們的租養 完成後 這個交流島 如果今天沒做 明天才會大地合會 保長你說對不對 我想跟委員報告 我們前面越謹慎 後面就會自然加快 前面把所有問題澄清 我們後面接續的動作就會快 跟委員做這樣的說明 所以這一部分既然都 談了那麼多次 我相信 該澄清的問題 都已經澄清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也期待 這一次 事務趕快送上來以後 我們趕快來做處理 謝謝要求 這個要走 雖然絕對不能再帶走 因為過去六年來 已經帶七遍 所以 所以當時 我在談論我們市議員的時候 在地方 我們的八星 跟我們的市民 大家都共同的職業 到底交通部 在做什麼 行政院在做什麼 相信你這個案件 立法同國完成 這可以說 在你的臨來 你可以說 很美好 的我們的祭典 讓我們的土生 這個市民 大家都會非常感激 這也是 我們的行政團隊 可以說 交出一個成績單 所以補長 在這個部分 我們絕對一定要祝福這個 謝謝 我們會跟新北市政府 這邊來談 盡快的來做處理 好不好 因為本市的要求 是絕對不要拿走 但是 需要保險的時候 本市可以跟我們新北市 來做個很好的橋樑 所有的案件 我們都可以說 共同 改割這個清水交流道 這是目前 我們二十四萬人口 大家共同的期待 部長 謝謝 我們會大家一起來 跟地方一起來合作 希望說 我們可以說 在我們 在部長 我們的520之前 絕對不要說 有提供這個行為 我們可以說 共同完成 相信 這很多人 都是在期待 市府趕快 請他們報上來 我們會請他們 儘快報上來 這個部分 我會跟我們的市政府 這邊來溝通 就是全力來配合 我們的交通部 謝謝媛媛 謝謝媛媛 好 部長 還有一件就是 我們的捷運三陰線 三陰線 我們都很清楚 三陰線 我們的造型是 五百零五億 十四公里 九年沒完成 但是三陰線 我們目前遇到的問題 就是什麼 就是 我們過去在我們中部 中部這個地方 尤其是在土石 裡面發電性最慢 因為中部過期就是工業区 就是我們軍的地 包括我們現在的科學延期 包括我們的農建 所以中部的發電性非常慢 過期中部人為了要配合 我們的中央政府 為了要討論這個路面 你可以說過期 用八米 用十二米 十八米 已經聽了兩遍了 目前中部人非常 大家都非常開心 說財運要到中部 但是這也是一個歐盟的開始 為什麼歐盟開始 因為我們的捷運 當時的幾位 說要三十米的道路 三十米的道路 這麼變成 他們還要對三次的拼處 所以過去我跟我們的市政府 也交通 已經拼了兩遍 絕對再拼下去 又造成很多民怨 所以中部人 大家都是非常分開 所以針對這個部門 我也參加部長 在我們英國 我們這個三英縣 會再拼處理 現階段裡頭 因為我的了解 是新北市這一邊 已經把所有的設計 那麼已經快要接近 所謂完成的階段了 那也打算大概年底 準備要發包來做施工 那當然我知道這裡頭 還有涉及到可能有一些 要做地下化的這種 有人主張要做地下化的這種情形 那這一部分變成就是說 那麼地方政府這邊 要跟那麼會拆遷的這些用戶 可能彼此之間要做溝通 那由於這一部分 是地方政府的權責 所以我們也在關心 他們後續的發展 會有什麼樣的情況 部長 你如果說是地方政府的權責 這樣就沒有結論了 當然是我們的市政府 包括說這是我們交通部的權責 所以說在這個部門 因為規劃 我們過去說規劃30米 但是現在說可以縮減18米 也可以 但是要做國家 但是你又按這條線 你來看 因為這條是我們的南港 我們的白南線 白南線按我們過去 到英靈這個車站 之後呢在我們的所情議長 所持衆議長 再延伸到我們的頂埔站 都是地下 尤其在人口秘密集的一公里 還是我們頂部的市中心 就是我們過去已經 踏出踏兩邊了 這個市中心 這市中心 只不過走國家 只不過踏民宅 這就是非常不合理 尤其一公里的部門 我們這是延伸線 來到這裡說變什麼三英線 所以一公里 是不是政府 我跟他協議說 這一公里 都來走地下 讓他可以說三國 這個人口秘密集 這個主題區 之後再來走國家 相信如果這樣 我們的白石 都讓大家接受 部長 過去的空間 應該部長也很清楚 這是全民 頂部人的空間 所以頂部人 他也要求本席 如果要離婚 就是一定要替他們 進出這個環境 所以我也跟他們說 在這一公里的部門 就要拜託我們的交通部 拜託我們的行政議長 可以說 共同 改割 頂部人 因為頂部過去 他們的經濟發展 就已經合案了 所以很多頂部人都說 他們要理頂公民 我說頂部本來過去 民意代表 大家都是沒什麼 阻止頂部這個地方 所以做成頂部人 他們可以說 剛才接觸的問題 都是非常分開 部長 這個部門要怎麼解決 我想 居民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工程技術上 那麼一公里的之間 要從所謂高架突然跑到地下去 那不對啦 那不對啦 不對啦 部長 這樣你就不清楚 在我們的永齡站 延伸跟頂部都是地下 所以如果延伸一公里 也是一樣走地下 不是從高架再往地下 我覺得那個 在工程設計上 有它躲坡的一定道理 已經坡度啦 那我不曉得 從地方政府的立場 他有沒有辦法客戶 這個還需要居數上了解 那如果要整個變更 那個期程可能不曉得 還要拉多久不知道啦 所以這一部分 可能要地方政府 要審慎評估啦 而且還有還有所謂的工程面 還有財務面的問題 這個都需要一並去處理啦 在我們頂部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方案二 就是 繞網重劃區 重劃區就做高架 那是人口最不密集的地方 我不曉得其他的民眾 一個地區滿足了其他的民眾 他們的需求性會是怎麼樣 這個都要地方政府審慎評估啦 好 我請問補長 如果說嚇地下 比較高架 如果你的看法 這我沒辦法替地方來回答 可能要地方政府 真的把兩個方案 如果說有需要 這樣的需要性 要做整體的評估跟比較以後 提出來我們部履團來協助他來解決 本社要求 在這條捷運 尤其一公里 又是人口密集 他們的頂部的商籤 可以說去人在地下 這是我們頂部人的期待 還有尤其呢 因為在這條中央路 已經拖廚拖廚拖廚 希望說在這堆三遍 不要再拖廚他們的廚 這就是頂部人的心聲 所以喔 尤其我們都很了解 在這條是延伸到我們的三社 所以在三社 在兩年前 或是一百坑三年 十一月 在我們三月就已經每天了 但是在這一年半 每天之後 完全都沒有進度 因為我們也很清楚 現在應該是因為選舉來擔廚 嘛 選舉擔廚之後 到目前完全沒有進度 所以本社要求 紀念跟擔廚 我們可以按三夾 高級的光景做過來 因為三夾的領口 十一萬 如果說只有三夾人 一個人 還有包括在我們 像十八萬人 在我們的鑑橫地圈 這一部分的人 都全部 大家都在期待 這個三夾這個捷運 所以在這個捷運的便利性 這是民眾最大的期待 所以在這個部份 部長 我都按三夾性來做嗎 現在是說設計已經完成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施工 那施工 我相信大概年底以前應該可以施工 那施工有一定它的所謂工程的順序 那發包也有它的一定的道理 這個要尊重地方政府 因為我也了解 在我們的業績 業績就已經要投標 還要開標 所以說在這個部份 可以說來改變說 在我們的三夾這邊 紀念跟在我們一年半前 就已經每天了 就趕緊跟延續過來了 在上面補這個問題 是不是我們交通部 可以出面跟我們新八市市政府 現在新八市三個奏 可以成立於我們的捷運籍 是不是在這個部份 大家再來做協調 我們會把委員的意見 來反應給地方政府 好不好 我們也出面來看看 那麼也瞭解一下 是怎麼樣的施工順序會比較好 對 因為在這個部份 本身要求 在我們頂部這個一公立 是不是可以說 突破什麼辦法 可以來改變 讓我們頂部人 這個反彈的聲音可以講解 因為我們政府要做 既然就要負負民意 讓我們民眾 他們覺得說 大家在做 做得有勇敢 讓他們感受到政府 謝謝 謝謝 吳委員 謝謝張院長 黃委員 昭順之質詢 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 答覆並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現在請陳委員 已經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